各位果皮工作室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潘如 非常荣幸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要讲的是欧洲中世纪前舍第六集 法兰克王国 那么这个法兰克王国和后来的法国 也就是法兰西 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 而且它的位置也是主要在今天的法国境内 但是当时还没有所谓的法兰西民族 当时的法兰克是属于西日尔曼部落的一支 这个民族呢 它后来形成民族国家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它是和罗马帝国合作 然后被罗马帝国西罗去分配到正守高如 你们替我守着高如 所以法兰克部落是第一个和西罗 产生非常好的联盟关系的人满部落 他们也最早接受了罗马的这些制度 军事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甚至他们信仰的基督教 我们知道这个日尔曼民族还是比较讲信用 他们这个蛮族实际上也要比中国这些少数民族要文明很多 你看日尔曼那些蛮族东科勒、西科勒还真的挺讲信用 你看那个当时西罗已经摇摇欲坠了 西哥特和西罗一起联手 把匈奴人给打败了 把匈奴人阿提拉给打败了 当时这个是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中拿军胜利 按道理西哥特可以倒过一击来把罗马给灭掉 没有 没有这样做 所以法兰克他是这样一个民族 他比其他的日尔曼部落要稍微稳命一点 因为他最早被罗马帝国同化了 那么日尔曼部落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一个是位于欧洲西部的 主要是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苏维尔人 萨克森人就是德国 现在德国日尔曼人 包括现在荷兰人他也是法兰克和 萨克森和伯根地 是后来的事情 现在荷兰人也是日尔曼人 还有一些呢 就是这个东日尔曼人 东日尔曼部落就是哥特人 哥特又分为东西哥特 因为西哥特建立的政权在西班牙 东哥特建立的政权在意大利 结果萨尼都建讨过了 所以一分为二 哥特人 那么还有条顿人 条顿人也是东日尔曼部落 比较人大的 很有名 条顿武士团嘛 那么东日尔曼人 还有伦巴里人 还有汪达尔人 这两个民族不值一提 这是垫底的 非常野蛮 骚杀抢却 很野蛮 他比那个 法兰克比东西哥特要差远 他们都非常野蛮 也没有接受基督教 反正就是 人大 但是 管理起来一趟糊涂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我们把这个 法兰克单独拿出来 他 真正的 起步是五世纪了 因为罗马 西罗崩溃了 他在西罗的 手上接管了高鲁 高鲁就建立了法国 当时法国叫高鲁 不是凯撒大帝写的高鲁战绩吗 高鲁战绩 他写得非常的 叫叫叫叫叫 非常的好迈啊 是吧 我来了 我胜利了 我看见了 这几句话嘛 这个法兰克 亡国的典籍者 他不是部落 成立政权 成立这个国家形态 是 克罗维一氏 克罗维一氏呢 是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他这个人非常的智慧 因为他不单单的使用军事手段 他还使用很多的外交策略 使用联姻 使用很多的计谋 把法兰克各个部落 就是他们 想统一 同一种语言呢 就是西日尔曼的一个方言部落 把它统一一下 而且他从 西罗手上接管了 高鲁行政 他就理所当然的成为 这个地方的管理者 好 他的这个王朝叫 莫洛温王朝 但他跟当时的 西罗统治的情况比 已经差很远 我们从 史学家的一些书上 可以看到 商业凋敝 社会出现了退化 实质率下降 文盲增多 瘟疫横行 灾乱频繁 因为他的稳定性 比西罗管理的形成要差很多了 当然要比英国好 英国他连意识都没有了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 他们有一个法兰克王国 有法兰克的克若维一世 有后面的查理大帝 有矮子批评 批评建筑 我们都知道 历史实际上有 英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只知道传说 传说中有亚洲王 哪一年不知道 为啥 他们没有文字记载啊 真的啊 所以后面的大英帝国能翻盘 我觉得这个真是要去找找看 人家是怎么翻盘 人家是怎么走过来的 好 这个克罗维呢 传了几代之后呢 传到了这个 对 克罗维还有一件大事 他是法兰克部落之中 也是日耳曼部落之中 第一个接受正统基督教的国王 他成为这个蛮族部落中 第一个接受正统基督教的国王 他成为承认罗马教会地位的一个人 为什么这样强调呢 因为当时其他部落 如果有信基督教的日耳曼部落 或者日耳曼王国 他们信的不是罗马的基督教 也就是正统基督教 他们信的是阿里乌教派 这个是一个原始的基督教 这个基督教的成型 主要是在当时的希纳 就是第一次 科宁斯书 尼菲索书 他们当时在希纳传教 产生的这样一个阿里乌教派 他不承认基督的圣旨意味 这个有区别 但是这个克罗维一是承认 他好像跟那个君子坦丁大帝 故事有点像 他也是在一次战争 孟建的基督给他祈祷 给他加持 他结果获得了大圣 所以他也命令亡国境内 全无来信正宗的基督教 这样就为他后来的发展 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 因为你知道这个蛮族王国 他管理起来水平是很差的 但是加入教会就不一样了 因为当时欧洲他除了有这个王国的世俗管理系统之外 他还有一个教会系统 教会系统他的稳定性要搞很多了 他有这个教皇 苏基主教 红衣主教 大主教 下面有主教 他还有很多的这个 牧师是新教的 他有很多的这个审妇 管理社会 他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之所以法兰克王国 后来能形成法国 意大利和德国的一部分 他有很大一部分关系 就是因为他选择了真宗的基督教 我是这样一个看法 但是他的社会管理水平 要比罗马差很多 他的司法也倒退了 他罗马都是成文法 罗马司法是非常解决的 我们现在大陆法系称为罗马法 我上一集提到的 君斯坦丁大帝修编的法学大权 他是成为我们近代法系的一个发源 一个烂商 但到了这个莫罗温王朝的时候 他这个司法已经倒退到什么程度了 他没办法用罗马法来管理社会 他都是习惯法 什么叫习惯法 就跟今天的伊斯兰教一样 通奸用石头砸死 如果你看到的 不应该看的东西 把你两眼睛挖去 非常野蛮原始 学法的朋友知道 从成文法倒退到习惯法 这是一种严重的倒退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很多东西 比罗马帝国要差远 整个莫罗温王朝 他没有散光点 除了克罗维一世和他的末代的君主 我们跳过去 大概跳了五六代了 大概他这个王朝是四百五百年初到一百多年吧 到了七百一十四年 这一年这个王国的最后一代国王呢 吃和玩热不做事情 所以当时的这个王国是有危机的 危机是来自于他们的栏目 因为东哥特说错了 西哥特王国刚刚被阿拉伯帝国给灭 阿拉伯帝国从北非迂回闹过去 渡过直波罗渡海峡 把西班牙给占领了 把统治西班牙行省长达三百年的东哥特给灭了 他们濒临流失 已经达到了法兰克王国的边境了 要跟莫斯林直接对垒了 这个时候这个国王不做事情 天天吃喝玩了 当时这个国王首相比较急 他的首相个子很矮 所以历史上叫矮子批评 因为法兰克王国有很多批评 我们这个一定给他加上矮子 矮子批评是个大的目 所以他个子矮 他就写信给当时的这个教王 尼尔三世 他写信给他 他说这一个国王 他天天不理朝政 在危机时刻 他都不管朝政 都濒临城下了 他天天吃喝玩了 你说我这个城下应该怎么办 当时欧洲中世纪的时候 这个功效权力是很大的 这个功效相当于王国的第二任务 是有一个大贵族家族逝习的 所以这个批评家族是逝习 这个温罗翁王朝的功效 这个教王也爽快 知道他的意思 我就不顺遂偷偷做个人情 教王说上帝告诉你 如果他不胜任这个国王 你可以取代他领导法兰克人民 对抗一教族 一教都知道是穆斯林 这个矮子批评应该明白了嘛 教王支持我嘛 但是教王又说了 你要资人土豹啊 批评说有助 所以在教王的支持下 这个矮子批评顺理成章 来了一个善良志 把他的前国王送进的修道院 他自己成了加罗林王朝的开辟者 这就是矮子批评的故事 他的故事没有完 批评是个奖性用的 所以这个日安曼民族真的奖性用 不像我们这个华夏人 上了台之后马上就翻脸 然后杀人 人家是奖性用 怎么奖性用 批评马上征集军队 开始了对伦巴迪亡国的战争 伦巴迪我在前面讲过 查士丁尼跟东哥的打了两败俱伤 结果伦巴迪趁虚而入 占领了意大利本土 当时教皇就处于伦巴迪亡国的掌控之下 他手上也没兵也没权 他就一个宗教教权的这样一个大帽子在 所以批评 为什么批评要帮助教皇去打这个伦巴迪呢 出兵出钱呢 很简单 因为他是个篡位者 他这个权力叫名不正言不顺嘛 这个权力是人家温洛温王朝的 你是公项啊 你把人家国王送去酒店里 自己做国王 你来一个取而代之 你没有合法性 下面的贵族不服你啊 因为凡克王国跟罗马帝国不一样 它不是多民族统一王国 它是一个封建制度 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封建制度是什么 中世纪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 这些王国它实现的是封建制度 而这个封建制度在于 它是封土建邦或者建国制 所以他们是大贵族 国王下面是大公爵 公爵下面是伯爵 伯爵下面是小贵族 它是一个梯队式的一个 叫权力和义务关系 我只效忠我的领主 举个例子啊 我是一个骑士 我是不是要向国王效忠呢 不需要 我只需要向我的伯爵效忠 什么意思 伯爵给我愤怒 但是我这个领主被人欺负的时候 我要披上铠甲拉起宝剑 来捍卫我领主的领土和荣誉 这就是我作为骑士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契约精神 我想说他的愤怒 我要替他打仗 我要替他去攻城拔赛 要替他地狱侵略 这就是欧洲封建制的基础 然后又想到了 我这个琢磨了很多年 为什么呢 你要要信守骑士之路 这里面必须要有的是基督教的加入 如果没有上帝这个天秉摆在那里 他们的契约关系会变得很不稳定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骑士发誓宣誓是要向上帝效忠的 是向上帝上帝发誓的 他不可能违背一个基督骑士的一个荣耀的问题 他不可以背叛他的领主 所以他不需要向国王效忠 他需要向他的领主效忠 他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种封建制度是一个权力和义务的对等关系 他跟我们的大一统结构是不一样的 大一统结构是什么 皇帝通吃 下面的人全部是奴隶 就跟秦始王一样 他一个人是过得跟神仙一样 意外黎明都是前手 你说哪一种社会结构 一目了然嘛 你这个社会是一点自由都没有的 这边的社会讲究的是契约关系 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形成 好了 我们再把他拉回来 这个批评就对伦巴迪有名 然后他很能打仗 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小个子大智慧 把伦巴迪给灭了 他先后三次把伦巴迪的领土 大片领土 意大利中部全部打下来 然后他在公元468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 我大致说一下 414年到447年 是什么人在位呢 中国是唐朝中期 唐玄宗在位 唐宗宗宗现在正在看杨贵妃呢 比安死之乱只早了几年 安死之乱是公元750年的事情 这个时候批评就把他打下来的 伦巴迪的领土三次献给了教皇 献给了李耀三次 履行他的落缘 你把我戴上皇冠 你给我合法性 我把土给你 让你建国 所以教皇国与公元八世纪中期建立 这就是教皇国的来历 就是批评献土 在欧洲中世纪史上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他的故事在于两个人各有所需 教皇需要领土 而批评需要他的合法性 这就是凡克王国的第一集 批评献土 我们下一集将要讲到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批评的儿子 他在西方历史上非常有名 我们在扑克牌中能看到 他就是红老开查理大帝 谢谢收看 我们下集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